Hello大家好,我是Panda 今天的主题呢就是除毛二三四 因为夏天来了除毛是一个非常困扰的事情 因为我自己的毛发比较多 所以呢我就用过非常多的除毛工具 这支视频呢我大概会讲三个除毛的工具 然后给大家做一个示范然后怎么使用 如果大家对这个视频感兴趣的话那就接着看吧 现在我来说毛发的状况 我今天会以我的腋下来做一个示范 我这边的腋下呢是有一周没有除毛了 然后这边呢是大概快有三四周一个月没有除毛了 你会发现毛发还蛮多的 我第一个要讲的除毛产品呢是我自己平时用的最多的 然后是放在洗澡的地方用的就是这个除毛刀 然后这个是带肥皂的 它是可以替换的 这就是最基本的替毛刀 然后我这个是用了非常多年了 以后我就放在洗澡的地方 如果只是想救急的除毛的话 这个效果其实很不错 然后把这个打开 这样子插进去就好了 这个是有带肥皂的剃毛刀 所以你洗澡的时候就顺便就可以刮毛 然后贴的还蛮干净的 这个的优点就是非常的快也不会痛 然后很简单 速度型的剃毛刀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用完这个剃毛刀之后 毛发会长得非常的快 我大概两三天毛发就长出来了 然后它会让毛发越变越粗 我现在来用我的剃毛刀来做一个示范 是我手臂的毛发 然后会发现有一些毛发 然后我现在就用它 就是一定要身体是湿的时候来剃是最好的 因为不会把皮肤刮伤 这毛发然后再会反方向的再剃一次 我觉得这样子会剃得比较干净 但是很多女生会觉得会就是逆向剃的话 会让毛发会变得越来越粗 因为它是有带肥皂 所以会皮肤会变得非常的滑 然后把它洗干净之后就OK了 第二个呢我要说的就是Baron家的除毛机器 这应该大家不会很陌生了 因为很多播出有介绍过 这一款呢是真的除毛除得很干净 它的效果是把你的那个毛发的发干都连根拔起 所以它的效果 你除完它之后 你可能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 毛发长的速度都非常的慢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非常的疼 因为我自己是本身非常怕痛的人 然后我小姐没推荐说 哇这个很好用 然后也不是非常的疼 你可以试试看 然后我用了之后我真的是要大哭 真的是太疼 所以就只用了大概三四次我就放弃了 因为我觉得这款实在是太疼 我买的时候呢 它有带另外一个剃毛的除毛头 这一个呢就是如果你毛发像现在我这样比较长的话 可以先用它来帮你trim你的毛发 之后再拔 这样子的话就疼痛度会减少一些 然后这一个呢应该就是帮你去角质的 我这个还没有用过 我现在就用这个Beround的来给大家做个示范 我好害怕 我真的很怕疼 所以我这个真的就用了两三次而已 但是为了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我看有很多博主有用它 然后拍视频做测评的时候 完全没有叫疼耶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查理的那个 他做的一个示范的视频 他是做的腿啦 可能腿没有那么疼 但是我觉得还是很疼 然后首先呢第一步是先换上了这个trim的 换的话就是按后面这个地方 然后打开就好了 然后把它插进去 速度一和速度二 然后这速度一 然后这速度二 对用的时候记住一定要把头发弄起来 哇我的一毛有够恶心了吧 我现在把这个打开 怎么剃 好像是这样子往上剃 然后这一步是完全不痛的 好我大概trim了一些 我不知道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些短的毛发在这边 我没有觉得它有变短太多 但是就是这个效果 接下来我们就要换这个头了 然后把这边把这边按住 然后拿下来 好插进去 然后它就像这样 你可以调速度一 然后这次二 我实在不是很想要来用这个工具 因为我真的很怕疼 因为真的很疼 但是为了大家给大家看效果 所以我还是要做一下 大家可以从屏幕上感觉到我的可怕吗 我真的很怕疼 我真的很不想做 所以如果是你像我一样很怕疼 我觉得不是很推荐 这个除毛机器 因为我觉得 真的很怕疼 它是这种连根拔起的这种感觉 做一次咯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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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痛了 哦出血了 可能是我太怕痛 还是真的就是我用的方法不对 真的是很疼 所以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完成这边 所以我就跳过这一个产品 来这样 下一个产品 再讲的Vitz家的除毛这个cream 这个cream呢 我已经很早已经开始用了 它除毛的效果还不错 适合敏感性肌肤的 它的用的方法呢 就是你把这个cream涂在你想除毛的地方 然后等一个五到六分钟 然后再把它清洗掉 然后毛就会自动脱落 其实这款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因为你不需要剃它 不需要拔它 也不需要去wax它 就是这款的cream 唯一的麻烦之处 除了要等五六分钟之外 你的毛发还是要偏长 它才能清洁的很干净 我可以用我手臂上的毛发 和我这边比较偏短的艺毛 给大家做一个示范 大家可以看出不一样的效果 你买来它的时候呢 它会带一个自带一个小的spunch 和一个刮毛的东西 那刮毛的东西 我弄丢了 大概给大家看一下 是长什么样子的 它出来就是这种一条一条的cream 其实它用量不需要很多 大概就是这样子就好了 然后它要停留的时间 我会让它久一点 好我就把它放在这边 大概就这样了 好 腋下的话大概就会等一个十分钟 现在呢再挤一些在手臂 我给大家看一下我手臂的毛发 然后这比较细的毛发呢 就会比较容易 比较容易清洁 比较容易 出去 所以我蛮建议这个cream是用在 手臂和 手臂和大腿 如果你毛发是比较细的话 我大概就只做这一块 然后就等十分钟吧 好时间到了 因为呢我没有那个小的tool 所以呢我就只能找一个 我是以为找了一个一次性的这个 什么 勺子 来做 我先把这边刮给大家看 其实这边还好啊 没有什么 然后就有那种毛发 参合在里面 然后你看我手臂这个毛 它是其实你搓一搓 它就自己 就会掉下来了 会变成 黑黑的这种泥 对 这个用的方式呢 其实是在洗澡之前用是最好了 然后就可以把这些洗掉 然后你会发现毛发就会变成搓成泥 是不是 是不是很神奇 因为我这边的液毛呢 它是比较稀疏 就是比较短 所以它效果可能会没有那么的 没有手毛那么的明显 大家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先把这边刮干净 然后有很多种黑黑的 都下来了 然后呢 我就可以开始 用搓的或者是洗澡就可以把它洗掉 对 等下我去洗一下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好啦我回来了 然后这边手臂已经擦干净了 然后这边效果非常的好 因为我手臂的毛是比较 细的 然后是比较长的 所以用这个的cream呢 效果会非常的好 然后腌下的话呢 也清理干净了 然后给大家静看一下 摸起来很滑 但是我觉得就是用五分 就十分钟 然后这效果我觉得还不错 还是会有一些毛发了 我现在给这三个除毛的产品做一个评分 我自己最喜欢用的 其实是这个 剃毛刀 因为它比较方便 但是就是你要每天或者是每两天都要剃 才能保持干净 然后它的 不好之处呢 就是你的毛发会越变越粗 所以 但是这个就是很方便 然后我要说 这个的话呢 很多人喜欢用它的原因 我知道 因为如果是毛发比较偏少的女生 然后也比较细 然后也不怕痛的女生 其实这款的效果应该是最好的 因为它是把你的 毛发连跟拔起 但是对于我来说 我真的实在是太怕痛了 所以我应该 真的没有办法使用它 如果 我 对 好 我应该 应该是不会再用它了 因为我觉得真的很痛 这一个 cream呢 我还蛮喜欢的 其实它的那个清除干净 和拔毛 是没有太差 但是 它不会是连跟拔起 它只是让你的毛发变软之后 然后自己就 就 就 就搓掉了 还蛮神奇的 这一款的话 我觉得唯一的麻烦之数 就是你要等个十分钟 但是如果在洗澡前 就是 除毛的话 我觉得还是OK的 我不知道大家看我除毛爽不爽 其实我还有最后一款产品 是这个 雷射的这款除毛的工具 如果大家要有兴趣的话 我可以做一个测评和一个示范 因为 这一款机器的话 它会 那个机器的话 会 做起来比较复杂 然后我想再多测试一下 因为我只用过两三次 我就放弃了 因为我觉得 有一点麻烦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我下支视频来做一个这个的 就是怎么使用 然后使用效果如何 好 好 希望大家喜欢这支视频 然后 喜欢我刚刚做的一些 很搞笑的示范 如果大家想看更多视频的话 就按一个赞 然后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